字幕提供 今次很高興和張繼聰一起做一個古畫仔 但這個古畫仔很明顯是很流的 進入老人院想搗亂 想趕走老人家 但進入後發現這班老人家很好 建立了感情 我覺得這套戲是一套何緒的笑片 當然是很開心給大家看的 長長莫莫幾句就有個笑位 然後又有個大笑位 但除了笑之外其實意義很好 他說老人院叫我們好好的關心自己的家人 一些獨居的老人家 這件事很瘋狂的 但我猜不到林允聰 難怪他追求這麼多女生 挺有深度的一套笑片 又拍阿聰就是導演 然後加上阿聰會也加料 根本就是那場戲 我們之前有一場戲 那天拍的只有幾句 但我們加了差不多兩版字 由本來這場戲只有30秒 我們加了分幾鐘 但是是精彩的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創意 我都以為林允聰大師 是會不肯讓你改東西 他寫到那些東西就是 有些導演 是這樣的 但他又很好 大家一起去互相 他拿了劇本出來說 喂 大家覺得這一場如何 夾夾 為一圍 隨便改 我覺得這一個態度 但他本身的事情已經很好笑 我們再加了一些小幽默 去令事情更有趣 不過我覺得他這次拍的電影 找我做是有些自戀 因為很明顯我現在的樣子 跟他的樣子差不多 其實人們看見我 我這次臨文中的樣子 但又奇怪 他這次找我做 又叫我做很多動作鏡頭 我覺得他公佈私仇 即是他不殺我 你知道 在鏡頭前都升巴我 這次他不升巴我 他叫我又撞到車上 又跳海 然後有很多星巴的場面 又叫張繼聰刮我 他完全是公佈私仇 所以我看到 我之前把照片 已經是一個社交網站 然後有些網友說 有些朋友說 你下次到你開一部電影的時候 你找回他 你虐待回他 我覺得這部電影 希望到來的效果 會令到大家耳目阿神 見到我之前和黃演芝 和張繼聰合作 那個火花都很好 這次再加上這麼多班底 我覺得應該會令到大家 在新年的時候 看得多開心 今天和張繼聰 因為我們說 我們兩兄弟 這個孖寶就是受 受我們的老闆 大壞蛋 進來做一個搗亂 我和阿聰自己本身都是兄弟 所以很多時候 還沒位置的時候 大家做事的時候 就會想想 如何量度好一些稿 不用做事 我們最近又說回這一期 大家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行是這樣 大家可能沒什麼機會 常常喝醉 但有機會開工的話 大家聊天 我在他身上也學了很多事情 和阿芝就少了 阿芝也少了 我和阿芝有一點感情線 很明顯是我暗戀他 他完全不理我 但這種砸砸的男 砸砸的暗戀的感覺 剛才拍了幾幕 自己加上那些笑位 連拍攝工作人員也會笑 我們就覺得應該挺成功的 有沒有親密的照片 我當然想 但他老公不會給 我老婆也未必給 但意識上 現在在想想 會不會加一些 意識形態上 可能比較親密 但不知道有沒有時間拍得到 我已經不收一早錢 去拍一場戲 希望可以有機會拍到 好像都是河水片 會帶小朋友的態度 這也會 因為這套戲 其實意識很健康 裡面當然有些對白 可能會有少少少少的踩界 但那些踩界 我們不會說很爛舌 很粗俗 這個比較少 因為都想是合家歡 但你知道聰哥 林敏聰先生 她的意識形態 都可能會有這些 難免會有少少踩界 但那些是 相信電影觀眾 或者入場的觀眾 小朋友 是絕對合不來的 我不會讓她們看到 譬如現在這個樣子 之前《燃禧攻略辦》 《疫情》 他們是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到的 但好奇怪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會回來跟我說 爸爸 你是不是拍《燃禧》 在扮演《疫情》 你怎麼知道的 原來是她的同學 家人可能看到 就告訴她的同學 她的同學 有跟她說 所以原來是沒有秘密的 原來她是 怎樣都知道 我在外面做什麼